好,那我們直接就請范老師先來跟我們講第一個 Talk 古今窗外的鄉民文科學 時間用我們的電腦 我應該先進去 事實上我也沒什麼 Talk 就是要用這個嗎 事實上也沒什麼 Talk 剛才說要閃電的演講 像說我講兩個小的閃電的演講 一個就是講一下關於科學史 就是公平科學在科學史上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脈絡來看 另外一個我們也要幫陳老師暖場一下 你知道亞會約的時候巨星要講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小的一個band要暖場一下 所以就幫陳老師暖場一下 就是講一下路紗在不同一個 context 這樣來講 就是用歷史的脈絡來看 所以基本上公平科學這個觀念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脈絡來看 就是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說我們想說公平科學是 就是按照像 NASA 太空總數 還有像一些 比如說像一些 鳥類 就是我們說新年的 bird count 或者是Christmas bird count 這種觀念來看的話 就有點像現在 Cross sourcing這種 這種 approach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實際上可以推到好幾百年前 就是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就開始在荷蘭那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科學重鎮 然後在倫敦、在法國等等 他們的一些主要的科學家 在主要的科學的 一些science class裡面 就已經 所以就已經是說 已經有這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它就是 叫各地 因為那時候 歐洲的一些國家 在全世界的散布了很多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是 你可以說是 Samaran Empire 就是帝國 就是海運帝國 所以在 比如說在 現在的美國 就是Abraica 那些 各種不同的 或是印度 或是東亞等等 都有一些據點 主要是要商務 貿易的關係 所以呢 他們就有很多人 就是商人 或者是說 有些做外交官之類的工作 都會在這些地方 呆上去 呆上去 那 一方面 他們會主動 因為那時候 就研究國務 等等的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 怎麼說 非常流行的一種 學問 所以他們就會在 當地就調查這些 動植物這種情形 那 在這些 像倫兌 或者像 像阿姆斯丹等等 這些大神室裡面的科學家 主要很重要的科學家 也會問這些當地的人 說 你們那邊有什麼 就是比較新奇的動物 或植物或一些東西 那你就把它寄回來 那順便就把這些 一些 就是 你自己的觀察的結果 或是你收到的一些資料 順便寄過來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這個方式 就已經是有點像 我們現在想的那種 就是 請各位來幫忙 貢獻這些 一些 情報 或者貢獻一些 什麼科學的知識等等 那當然 那時候 比較有趣的就是 他們當地人 在那邊的時候 也需要 就是 猴洲人在當地的話 也需要跟當地人 問人的問題 因為他們自己 猴洲人到那邊 人生地不熟 他們要找動物 其實也找不到 因為只有當地人知道說 要找什麼動物 所以他們去問當地人 所以 從那個時候 科學本來就不是一個 指在 歐洲的一些 中心在那邊 創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那些 造很多科學知識 就 已經是 從各地傳播 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呢 就是 跟我們現在 公民科學的 觀念有點像像 這是一個辦法 到現在的話 就是 我們現在說 請大家幫忙 科學家會說 請各位 即使說 你們是專家 大家一起來 從事這個科學的事業 這樣子 那第二種 公民科學的脈絡呢 我們就不細分 就是 暫時就講這兩種 基本上是說 跟這個環境的關係 就是環境的關係 大關係 環境有關係 那這個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可能 比如說 1970年代的時候 因為有環保的運動 開始覺醒了 他們覺得說 誒 事實上我們不太信任說 誒 也許是政府舉辦 也許是大公司 就是做一些 化學工廠 他們可以跟科學數據 覺得說 要不然的話 他們就是科學數據 跟我們的日常生活 沒有關係 就關係很少 或者是說 他們覺得那些科學數據 因為他們要工廠 或者是 政府不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就忽略了 就是我們一般 民眾的一些利益 那 健康等等 所以他們就是 他們對風險的評估 跟我們不太一樣 所以呢 那些就是 會出去 用自己的科學的方法 或他們自己 就是自己熟悉的方法 來做一些調查 那這個呢 也算是一個 我們現在說 是一個 Science的一種 另外一種 奇怪 等於是說 台灣這邊有很多 食安啊 或環保的 或是其他一些問題 那當然就是 他們有些 家庭主婦啊 或是一般的民眾 就會去調查 說 欸為什麼 我們覺得 你的數據不太可以信任 這是另外的 公民科學的脈絡 所以在這兩個呢 就基本上是 我們一般用公民科學來說 一個大的 一個 兩個不同的 這個 說法 但這兩點呢 實際上都有歷史的 循跡 你可以找到說 一直到 就是 好幾百年前 就已經有這種東西 因為事實上在 像這種 由非專家來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之後呢 覺得所謂這個資料 要不然就是 可以貢獻給 這個科學人 一些建制的科學 科學家裡面工作 或者是說 跟這個科學家的 想法不太一樣 這兩點事實上 都可以一直到 歷史上追溯 那 我第二個 短短要講的 是說 一個Rocchio 就是我們說 路上 是 這個Rocchio的 觀念是在 在美國是很形成 因為Rocchio 事實上是在 美國是第一個國家 有這個很顯著的現象 因為美國的車子特別多 他們就是 車子發展 時間比較少 而且車子的數量很多 而且他們 野生動物的數量也很多 就是 我個人就曾經有 Rocchio的經驗 而且是大多多 全面美國現在的就是 路很多 就是路 路 不是公路 是說 地園 對 就是這樣 會跳的路 可能 所以 很多人都有經驗 像我住在那邊的話 就是 美國的東北部 特別的路特別多 就是那種路 基本上就是 他們說是 因為旁邊 已經沒有說 野生的這些 都會去吃他們 那種東西 都沒有了 所以已經有 他們說是 所以開車的話 都是要小心 我常常 我每天到學校 不是每天 我到學校教書 回去的時候 如果說晚上的話 我們學校校 校園 比如說 就會有路在那邊 漫步這樣子 那回到我家裡的話 就 速度要降低 然後要小心 因為路看到燈的話 就常常不動 所以就 小天啊 就會撞到人 所以呢 這是怎麼回事呢 所以Rocchio的這個文化 在美國一直都存在 因為他們很早就有這種現象 所以他們有Rocchio的這種文化 其實是這種掃靠酒 就是吃文化 那他們就 比如說 Rocchio他們其實有一種 酷壽這種做法 就是 我們是有個 幫Rocchio做一個食譜 所以你撿到什麼動物 你都來煮來吃 這樣子 那他就 比如說 有個食譜 或者說 你去看看可比 把這個很寬的這樣 煮一煮給他來吃 所以呢 事實上 最近呢 反而興起的這種蜂巢 那另外一個 就是說 因為你Rocchio不是壓過去這種點點嗎 所以那你說 你怎麼知道它是什麼動物呢 他就說 我們這個圖案給大家看 扁著那樣子 就不是那種動物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他們就有這個文化 因為 早在1920年代左右 就是說 現在基本上就是 他們認為說是 就是 估計 只能很粗糙的估計 大概一兩百萬 就是 路 裡面都比較壯實 一兩百萬 那大家就說 其實 有 滿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也 就是撞到小的動物 但是我同時有撞到路的 那整個車子都可以 就打歪到 很多 因為高速動作很快 所以呢 像BGMR1920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注意到這個情形了 1930年代的時候呢 就是 有些專家就開始做研究 就 他是在 這是第一個 非常有喜同的 去做研究 是1930年代 他就是去開車 開了大概 就是在紐約這個附近 就開了一段距離 一邊算一邊算一邊算 結果發現呢 事實上是非常嚴重 那個時候呢 人家車速也慢 然後呢 路也沒那麼多 可是他已經就是 看了一段距離 就發現有三千多個 這個 這個 羅Q 就是這種 specimens 然後他寫了一本書 這算是 一個蠻重要的一本書 所以研究 路沙的 一個算是 第一本經典的著作 他就是看 紐約那個地區的 路沙的情形是這樣子 那 在三年代末期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就覺得說 是說太大了嗎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三年代末期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都覺得說 他們原來的觀念是說 如果說有這麼多的動物被殺 他們覺得這世界有點不好 那 第一個他們想 我是不是要限制速度 就是速度 有速限了嗎 那車子不開那麼快 也許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問題 但問題是 沒有人要限制速度 大家都覺得說 車子要越快越好 所以他沒有辦法 那他想說 也許比較好的方法是要限制 野生動物跟路的交叉 如果說沒有那麼多的話 可能就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講說 是不是要限制這個 野生動物行走的這種 範圍跟路分開 所以他就建議說 也許把這路邊 可能有留個空地 沒有 就是 那個動物就不會去 吃草 或這種 就是跨過去 跳到路上去這樣 可是好像沒什麼效果 後來呢 就想說 六零年代的時候 又有新的這種 因為六零年代 就是 我們現在美國看的那種 我們說interstate 就是那種大的馬路公路 基本上是 五零年代的時候 會有大量的建造 就是這種很寬的這種 像高速 我們說的高速公路 是基本上 比較有福利的 但戰火師 我大量的建造 所以呢 那就造成了 新的一波的這種 Roll kill 這種問題 因為這種車速很快 撞到之後呢 就真的是 人都會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人車都會受到嚴重上 會不會講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就想說 那時候有一個觀念 就是路有一個 路權的觀念 就是路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所以他就想說 造成一個路 封閉的系統 那因為有這個 常常有Roll kill 所以他想說 也許我們把封掉 把路的封掉 所以他們就會說 是不是可以蓋圍牆 這樣把路 那當然那是很貴 因為很強 這樣是很貴 所以那封 後來想 他蓋了一段之後 發現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路啊 還有其他動物 是很有能力 就是跳過那個圍牆 要不然就說 你這個封閉的系統 斷了 你不可能一直到 從美國東岸到西岸 都這樣 那一斷了之後呢 他們發現路很懂得 說走到盡頭 又跑過來這樣子 就沒有辦法處理到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想說 這怎麼辦 而且說 越來越多的那個 是那種小的道路 就是路上的問題 你也辦法解決 因為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道路 都拉上那個 Fence 這樣就是炸 什麼的 威懶 威懶 謝謝你 威懶 所以呢 這種觀念 因為路的觀念說 是你不能有漏洞的觀念 就是不行 因為路特別喜歡去 那個樹林的就是 鏡頭去吃草 就是他除了躲在裡面以外 每當天黑的時候 或天亮的時候 他們會躲到這個路的鏡頭 蘇聯的鏡頭去吃草 但蘇聯的鏡頭 基本上就是有路 路才會有蘇聯的鏡頭 所以呢 這特別會被撞到這樣子 所以他們想說 也許呢 這次不是 就把路覆避 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後來呢 一直到 謝謝你 後來 一直到8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情形 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問題要處理 要就是 那時候 那時候 佛羅里島的 Panther 美國是有那種爆 Panther這樣子 那1980年的時候 他們覺得 全美國的爆多塊 沒了 Panther都怪人的 剩下只有佛羅里島 就在560區這樣子 那 560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 我們要好好調查 所以他們放 那個 這種電子的 項圈 就是順圈 去追那個 Panther這樣 所以他發現呢 其實 Panther 死得很快 是因為被 車子撞死 死得特別快 他就 因為晚上他們會出來 那他們也 笨 不是說笨笨的 就是他們不知道 車子 車子就這樣 就沒有了 最後一個 因為他已經是 endangered species 那現在呢 這個 被車子撞死的 數量太高了 他們就想辦法 所以那怎麼辦 原來那種路的觀念呢 已經慢慢就變了 一個新的觀念 所以從80年代末期 到九元代 他就開始 有這種觀念 就要見這個 路已經不是這樣 封閉的 路是開 就是有 可以讓它 穿過的這種觀念 所以他們就開始 做了這種觀念 就是這樣子 所以開始 路就開始 挖洞 底下的挖洞 讓這個 動物穿過去 所以很多動物 都會用這個 來穿 熊啊等等 都可以過這種 知道我家附近 就有熊這樣子 所以 美國現在熊 黑熊是另外一個 新的現象 就是說 黑熊的數量慢慢慢慢多了 就是 我們家那邊 就是 就是跟城市 事實上非常近 但是呢 基本上 就是晚上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熊 我還沒看到 但是我們鄰居也有看到 還有呢 我在草坪門前 門口的草坪 看到有熊的大便 這樣子 有熊的大便 可以看出來 看 不是木的大便 所以呢 也有時候 是從上面過去 就是像這樣 蠻漂亮的 就是很精彩的 這樣可以讓動物 可以作選 所以呢 這個就是他們 我們這個歷史 就是Rocchio 這個歷史的發展 那現在就陳老師 跟我們解釋說 台灣是怎麼形成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班老師 沒想到 幫我做了這麼好的一個回顧 真是很感謝 所以還好我今天有準備禮物要送給你 嗯 一個小禮物 等等 是不是露莎 不是 剛好老師提到那一本 露莎圖鑑 變平的那個圖鑑 我剛好真的有 還蠻有趣的一本書 那我本來今天是要 本來想到 一連老師會介紹 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我想說 既然是提到 從歷史才提到的時候 總之要這個題目裡面 要有一個古人的名字 所以就把題目設定 可能三個書文科功名對押 可以勝過一個諸葛亮 那這個 大家只要提到就知道了 歷史上我們覺得 最聰明的大概是誰 大概大部分人 一定會選擇 是諸葛亮這一個人 還是老師你有另外一個答案 我比較不清楚 我大概想到 就是諸葛亮這一個人 那這個不是要去 離陪諸葛亮的聰明 那 其實三個人 勝過一個湯 勝過一個諸葛亮 其實這也算是讚揚湯 為什麼呢 因為諸葛亮只有雨傘 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手機 我們現在人都有智慧型手機 基本上其實不用三個人 有一個人有智慧型手機 就可以離過諸葛亮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問一個人 叫Google大聲 Google大聲實在太好用了 如果沒有 還可以問這個 危機百科對不對 那再不行了 我們就問GD不G 一定可以解決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要來 跟各位說明 鹿莎社 如何利用兩個東西 就是利用智慧型手機 以及這個Social Media 安排快了 智慧型手機跟Social Media 然後呢 來玩出一些名堂出來 那先簡單說明一下 鹿莎社其實基本上 它真的是一個虛擬社團 是一個網路上的一個社團 我們就是在2011年818的時候 在台灣最流行的這個社群媒體 就是臉書上面成立的這樣的一個社團 那為什麼會選擇臉書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全台灣最多人用的就是臉書 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50%人用了 然後它免費的 它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照片的分享 那大家最喜歡 就是台灣人很喜歡分享照片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選擇了 臉書來作為這樣一個溝通的平台 那其實講一講 其實整個露莎社的發展起來 真的完全是一個意外 怎麼說是一個意外呢 因為我在創立這個社團之前 其實我沒有玩過臉書 我對他只知道他臉書等於開心農場 那我是死公務員 死公務員那個時候是被禁止使用臉書的 所以我那時候是偷偷玩的 那當然在辦公室裡面是沒辦法玩的 因為網路想要把它擋住 所以我們辦公室是沒辦法玩 所以我是下班回家之後 然後為了跟一些朋友們可以聯繫 所以我們就架了這個網站 然後呢 剛開了網站之後呢 不是網站 就是設立了這個社團 那剛弄的時候社團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怪怪的 我就想 啊好 剛好我有死掉的照片 給我把它放上去 然後就這麼一個不小心的動作 然後呢 就突然之間過面多久 我的社團就變成這樣子了 就開始 因為那時候我所有的權限都是最開放的 所以任何人可以自動加入 他也可以把其他人加入 那加入之後 反正因為有人丟了死掉的動物照片在上面 所以大家開始丟照片上去 然後瞬間過了幾個小時 我去看我嚇了票 裡面已經 有好 有大概上百個人 然後呢 一堆全部都是死亡的動物照片 然後大家就開 然後就發現 原來他們已經在裡面 大家都討論好了 要幹嘛 說 好像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事情 做什麼事情 就是收集動物的照片 然後他們就開始七嘴八舌 然後連什麼 連社團的名稱他都幫我想 我本來是叫做四處爬八種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是研究爬行類 我本來目的只是想要透過這個社團 去跟我們一些對爬行類有興趣的人 然後可以做一個交流 告訴他 他今天看到這個蛇 到底他認不認 是什麼物種之類的 然後大家就 七嘴八舌之後呢 就想到一個超炫的名字 這個名字叫什麼呢 其實就是 不是路透色 就是綁路透色的名字 他們就可以了 它一個名字叫露殺色 你想欸有道理 所以好像還蠻不錯的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在四處爬八種後面 就刮 就叫一個露殺色 可是你如果看英文名字 它後面還是 Raptide Role Mentality 其實是 一開始還是 focus在爬行類上面的 那只是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裡面就 很多人提供了各式 各樣意見據的時候 這樣子的方式 好像還蠻不錯的 可以收到很多的資料 然後藉由這樣方式 就可以很容易邀請人進來 然後所以呢 我們就 大家就 在討論完之後 就決定好 我們就開始用這樣方式 來收資料 那收資料之前呢 有人就開始想 那也不要跟那個 路透色一樣 有一個mark 對不對 就剛好 我們有一個學弟 為他能力很強 我就把我的idea告訴他 所以他就幫我們 設計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logo 然後 真的呢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講 學弟 不好意思 學長沒有費用給你 這個可以免費讓我們使用嗎 所以呢 他就用了一個免費的方式 就設計給我們 讓我們來使用 那我們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 就利用臉書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呢 請求大家什麼 加入社團之後 把所有的資料 而不是所有的 把資料到我們上面 PO到這邊來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都可以 那方式呢 就是拍照 打卡上傳 你只要告訴我們兩個東西 時間 跟地點就可以了 那上傳者呢 他不需要任何的門檻 不需要認識這個物種 他只要會拍照 會上傳 會打字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門檻非常非常的低 那所有的物種鑑定 全部由 網路上的這一群專家們 就是各個類型的專家們 來鑑定就可以了 那目標很簡單 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找到熱點 收一些總能跟耗霸季節 然後之後可以遇到這樣的 就像剛剛范老師提到的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改善的設施 也許是路牌警示 也許是地下道 也許是圍裡 那一開始其實我們也蠻懷疑的 那時候其實只是覺得好玩 反正就算失敗了也沒差 為什麼 第一我沒有發正務的錢 我不會被罵 第二 反正我是晚上偷偷玩的 沒有人知道 第三 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是臉書的裡面 它是 真的是免費的對我而言 不太會有損失 然後好處是我搞不好 可以 因為這樣認識了很多人 然後 就這樣子 當初一個錯誤的決定 然後就成就了 變成這樣子的奇蹟事件發生 讓我們突然看到 原來 台灣人 很關心環境議題的 那其實只是 以前欠缺一個平台 讓他們去 把這樣子的意見 或是想法或發現 把它表現出來 那其實後來才發現 有很多人 偷偷暗藏了很多 死掉的動物的照片 甚至 甚至 在冰箱裡面冰了很久的 動物的屍體 他都不敢拿出來 然後現在終於找到一個窗口了 反正有人願意收垃圾 好吧 有人願意做資源回收 所以把他們庫存的照片 庫存的那個 死掉動物的屍體 就開始我們準備送過來了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開始慢慢的 有一些成果出現 那 可是呢 當你人加入多了 資料開始多之後 我們就開始面對第一個問題了 就是臉書它畢竟不是一個資料庫平台 我沒有辦法在上面做資料的維護 那怎麼把資料保存下來 一開始我很笨 我只會做一件事情 叫打字 我的 那時候對資料庫沒有概念 我的資料庫的概念叫做Excel 所以呢 我所有的把資料 就是把它 只要有人PO上去 我就把資料打到Excel裡面 然後把照片 download下來 給它一個編號 然後用這樣的話 再慢慢進 可是當人願意到時候 很快都遇到困難了 因為PO的速度太快了 我根本追不上 然後就常常發現 我找不到 我到底輸入到哪裡了 然後呢 不過呢 因為我們當初的決定 使用臉書 其實這個覺得是 誤打誤撞 但是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臉書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那開放平台裡面呢 你就很多人都會看到 那因為我們又沒有設權一些 所以任何人 只要感興趣的 他都可以來加入 那也很開心 我們就是在那時候 遇到了 就是今天也有來的 許正興還有鄧東國 跟另外一個叫賣款的書 那他們那時候呢 其實因為他們有些專業技能 剛好他們需要一些資料 去做分析 去開發一些 驗證他們的 所開發出來的一些程式 那在誤打誤撞當中 他就發現了 這樣一個怪怪的社團 那當然他們一下就知道 我們到底會遇到什麼問題 所以他就提出了合作的建議 他就加入了我們的社團 那他唯一的感覺是什麼 路沙社以後收到的資料 全部要用open data的概念 我那時候對open data 沒有概念 反正就是資料開放出去 那時候想 這資料來處理公眾 開放出去 沒什麼錯誤啊 我當然說 OK啊 只要能夠解決問題 比較重要 不過我就剛才說 可是我沒有錢喔 他說沒有錢 所以應該這樣的話 就促成了合作 那剛好他們就 有一些專長的資料 就可以透過臉書的API 這樣資料撈進來之後 然後透過語意分析網的方式 然後把有意義的致詞 萃取出來 然後形成一個正式的 一個資料庫的格式 然後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方便去使用 那當然這樣的格式 就可以被open data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去用 那當資料開始撈下來之後 問題就 又開始發現第二個問題 就是什麼 撈下來的資料 常常不完整 會缺東缺西 有的少人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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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少人地點 原因的解釋 因為開放平台所造就 因為開放平台 雖然我們告訴他 你要告訴我這個人的東西 但是 很多人常常會忘掉 然後配成是 我們要一直透過 還好臉書一個好的 就是你可以透過序件 很快去追到說 是誰上傳的 馬上問他 請他補資料 可是這樣子其實就 很費時間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什麼 我們收到資料格式沒有辦法統一 而且會出現很多 你預期不到的格式 例如我們的地點的紀錄方法 一開始 因為我們的手機裡面 經緯 GPS的定位還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用了各式標的方式來代替 例如他可以用 門牌號碼 他可以用 電線桿的座標 可以用道路里程牌 或用知名地標 用Google面可的方式來呈現 然後告訴我們 這個東西到底在哪裡發現的 那 那有些人為了 他認為這樣子比較貼心 那我們可以在一張照片裡面 裡面所有的資訊 所以他就 自己把照片後製 把電線桿的圖片 跟私底融合在一起 可是這樣融合出來之後 就變成什麼 Machine Unreadable 機器沒辦法判讀 讀不到那個 那個資訊 然後所以就變成 會有很多資料是讀不到的 那一樣 也是因為開放的好處 所以呢 我們裡面其實出了 台灣的人加入 還有很多人在國外的台灣人 他們其實很關心台灣的環境 那例如其中有一個 就是工程師 就是這位楊謙生 他剛好是專門做APP開發的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三年前 台灣的APP其實正要起步 那時候呢 你要委託人家做一個APP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 那個可以找人來做 可是呢 他剛好有這樣的專長 他只是覺得 他想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因為他身在美國 沒辦法幫忙 所以他就提供了他的專長 就幫我們開發一個簡單的 wave app 不用上架了 我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還有一個APP 叫做wave app 它其實就是掛在網路上 不需要上架 然後就 只要連線網路去 他使用方式 就跟APP一模一樣 那藉由這樣的話 就可以知道 高品質的照片 確保了資料的完整 各式也統一了 因為它會自動萃取 日期跟經穩度 那使用者變得很方便 他只要拍照 確定對了 上傳就這樣而已 好 那藉由這樣之後 我們就收到了更多的資料 收到 當你擁有了很少的時候 你大概不會在乎太多 當你擁有了很多資料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擔心一件事情 擔心什麼事情 你的網站會不會被關掉 或者是 Facebook會不會開始跟你下去 那所以呢 也就是說我們資料主控權 其實是在臉書上面 臉書呢 他只要透過 我們原本是透過API 去把資料撈下來 可是他只要 3-5時改變他的API policy 你的程式就撈不到 然後變成正經他們的 就要花很多時間 一直在免天的那個程式 然後常常 突然間管來好好的 順便就斷掉了 或者是撈到的資料都不對 然後就要很費時間 然後還有就是 他可以沒有任何理由 不用通知你 把整個社團突然間 把你關掉 那你這樣資料 就會完全不見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第五個困境是什麼 我們使用的人 越來越之後 就是剛提 跟莫吉蘭提到一樣 就是以知權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也沒想到 這樣子是暴露使用者的行動 我們那時候只想到 我要收到 死掉照片的點位位置 可是呢 當某一個人PO上去的時候 等於再告訴別人 我在當哪個時間 哪個地點 在哪個地方拍照 如果只PO一張沒問題 讓他PO了 每天都PO 然後每天都PO很多張的時候 等於是告訴所有人 你每一天的行程是怎麼樣走 如果他剛才又是走那個固定路線的話 如果你想要綁架他就很容易 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會出現 這個就是變成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更嚴重的狀態就是什麼 後來再慢慢發現 因為也是後來才知道 陸莎社在網路上好像還蠻有名氣的 開始有一些所謂的寵物商 甚至於就是道業集團的人 他們潛伏在社團裡 因為社團是open的 他在社團裡面他們去看 看到有某一個物種出現的時候 是他感興趣的物種 他們就透過私底下的聯繫 聯絡那一個人 想辦法去取得那個動物 然後即使是骨頭他們都不放過 因為骨頭 有一些人就是喜愛收集骨頭 他們就取得這個標本之後 把它做成骨頭 然後再賣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就變成是一個黑市交易 一個很好的平台 然後也因爲這樣我們意味到 如果沒有去好好保護這點資訊的話 那麼這個動物其實 本來我們要保護它 變成是害了它了 所以呢我們就在去 其實在前年就開始 有這樣 有遇到這樣看 然後花了一點時間 然後終於在去年 把這樣的整個方式改變 就是把整個資料流轉過來 原本是先進入 資料先進入社團 再從撈下來 撈到資料庫 我們先把它撈過來 我們讓APP先進到資料庫 然後再從資料庫 轉換到社團 轉換過去的時候 把資料做點處理 讓它在公開的界面上面 是不會被看到的 那透過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收到 高品質的照片 它沒有被壓縮過 然後我們的照片 就比較容易被建立出 是什麼路 因為臉書它會把照片壓縮 會把裡面的 metadata都拿掉 會變成我們 會失去很多的資料 那透過這樣方式呢 把資料呢 先保留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只有上傳的本身 以及管理員 才可以看到所有的詳細資料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那當它轉換到社團上去的時候 它就只有簡單的幾項資料而已 就只有時間物種跟上傳者 點位資訊就不見了 那透過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保護了 動物跟食用者的隱私權 那目前這樣的轉換 就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目前今年從醫院到現在 已經有反正78都來自於這個APP了 那我們目標是希望可以達到九層 那我想明年努力來推廣應該是OK的 那我們也是在做這個時候呢 才發現我們社團 這樣子的一個公民科學運作方 跟傳統公民科學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結果後來發現 因為傳統公民科學 基本上是 就是參與者 它基本上就類似一個sensor 在收集資料而已 它比較缺乏 複動 可是因為我們一開始選擇 用臉書之後 變成我們複動非常強烈 也就是說 我們裡面的參與者呢 其實呢 等於是很多的監視器 很多的眼睛 它可以幫你發覺很多的問題之所在 因為我們本來只是要記錄 車禍的陸殺 可是很多人就開始發現 可是這看起來很明顯的 好像不像陸殺 它很完整 沒有流血 也沒有破碎掉 所以它應該是什麼 另外一個原因死亡的 然後就慢慢的發現 我們的野色都會 因為各式各樣原因死亡 例如這隻鹿 應該是小白鹿 鹿絲那一類的 它不曉得為什麼 就掛在電線幹的 一個線上面的 那很有可能 它可能在吃魚的時候 去吃到 那個魚是有魚勾的 勾住了之後 它飛到那邊的時候 那個魚線 剛好被電線就纏住了 它就掛在那邊了 有很多很離奇的死法 然後還有一些很明顯 看起來可能是生病 可能是中毒 或者是撞玻璃的 這樣的資訊 那一開始他們也在想 那這樣這樣你當然不瘦不瘦 它不是車禍 不是陸殺 然後後來想想 好 那我們就再改變一下 我們就變成收集所有 非自然因素死亡的資料 就變成叫陸死 就是這樣給你 那其實我們就把它做一個 簡單的說明 陸死就是所有你看得到的死亡 其實不只在陸上 其實包含在旁邊 只要是你看到的都OK 那它可能是疾病死亡 可能因為中毒 可能天敵 也有可能因為天災 各式各樣的颱風 其實會造成很容易 很多動物的傷亡 當然還有人類的一些陷阱 那當然大部分就是所謂的 車禍造成陸傷 那你看其實每個一直之間 我讓它的關係是相疊的 因為它們可能是 複合原因的死亡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收集到的一些資訊 那因為他們的發言 其實讓我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前二十名裡面 我們原本預知的都是一些比較常見的物種 所以例如像蠶蠱 牠木蜥蜴 老鼠 麻雀 紅蟲 這些都在預期內 可是它在二十名裡面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物種 幼幻 一個大家在還沒有發言病症 可能大部分人沒聽過 也幾乎沒看過的物種 可是它竟然 很多人在路上發聽它死亡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很多的社員就開始討論說 到底是什麼原因 所以那時候我們大家就覺得 很有可能兩個 就是主要兩個原因 一個是生病 一個呢 就是中毒了 所以我們都想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想辦法保留下來 然後去重驗 所以呢我們就開始拓展下一個業務 就是成為全台灣最大的檢視集團 就突然間被生命裡遺設了 因為本來一開始也在想說 那我們要怎麼拿到標本 不可能我們親自去哪裡 不能請他送過來 太費工了 那我們就去查了一下 我們的法規裡面其實沒有限制 你不可以拿來寄屍體 你只要符合一些規範就可以了 那當然 當然這個 你去問這個宅配商 收不收屍體 宅配商一定跟你說 不收 所以呢 絕對不能寫屍體 然後我們 因為他們都有冷凍服 我們通過這樣方式 那剛好有一個很好的服務功能 就是收件人的付費 破到付款 這樣基件人就不需要花自己錢 然後我們就開始說什麼 剛剛提過的不可以寫屍體嘛 所以就說人生機 當歸雅 然後地王線 就是收各式各樣的海鮮食 那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把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送貨員還有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警衛給嚇到 他說奇怪 人人在做什麼業務 怎麼一天到晚在收 各式各樣的食物 這樣 不過後來其實我們那些 展配員他們已經很辛苦 我們在玩什麼把戲 對 OK 那其實就看剛剛 因為其實法律上面沒有規定 不可以 你只要符合一些條件 就OK的了 那其實後來就是我們做了一些專用的採集袋 然後來設這樣的這個標本 然後這是我們整個收標本的這個參與情緒 那逐年增加 從月份的52個人參與送了147箱 到今年的11月呢 就有275個人 總共送了524箱 因為業務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龐大 那聯繫已經大概1700件 只花了23萬塊 收到5500件的標本 平均一個標本 一杯咖啡的錢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效率 而且重點是什麼 你收到了 絕對不會是什麼 蠶雏 馬雀 老鼠 因為 每一個參與人 大家都很可愛 為什麼呢 他覺得 寄這一件這樣150塊 如果送一隻蠶雏過去 才太浪費錢了 所以他們送過來的標本 其實基本上都是很珍貴的物種 大部分是很珍貴的物種 然後都是很完整 也就是他自動幫我們篩選過的 所以我不會收到那些 比較就是 研究價值比較低的東西 那這真是 讓我們蠻感謝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呢 被我們 找到了一個消失在 不是 其實從來沒有消失過 就是狂犬病 本來它是狂犬病的非疫區 那透過因為這樣的 陸上的標本 然後找到了這樣的一個議題之後 然後我們的受醫師 剛好有一個機會 收到了兩隻 剛收到還沒死亡的 又懷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把他送去檢驗之後 然後透過 透過層層的抽失過點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狂犬病 那 那時候剛發現的時候 因為彈板是非疫區 透過天變疫區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是 透過走私進來的 可能是從大陸走私過來的 個體帶進來的 或是菲律賓 那既然我們是始作俑者 我們只要負點責任 就剛剛提過 因為有很多人呢 平常有這種收私的習慣 他都不敢說 然後後來發現 我們有在於收標本之後呢 他就全部把它 翻箱倒櫃都寄過來 所以變成了 我們這邊就儲存了 很大量的標本 多到我們來不及 把它製作成展示用的標本 或是點藏用的標本 都還是整個洞在冰箱裡面 那既然冰箱爆發之後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蠻緊張的 因為我們所有人參與這區塊 很多人都有摸過 甚至也有人被咬過 我們其實都還蠻擔心的 然後等到事情比較平行之後 我們就開始去翻箱倒櫃 把冰箱裡面還完整的 可以檢驗的這些 柚環就把它跳出來之後 有一些剛好是在 是好幾年前的標本 就全部都把它送唸 所以就提供它做回收性的檢驗 結果一驗出來之後下了一票 原來在99年的標本裡面 就驗到狂犬病了 表現什麼 狂犬病不是當那一年 2013年才突然間進來的 它是什麼 更早之前就進來了 因為這樣子讓整個研究團隊 就是狂犬局那邊研究團隊 改變了他們研究的方向 所以他們開始去檢驗 台灣的狂犬病病毒的DNA 結果一驗出來之後下了一票 狂犬病從來沒有在台灣消失過 而且存在至少超過300到400萬 因為它在158到210年 用不同的DNA去檢驗出來的 結果會有點差 基本上在115到210年前 210年前的時候的狂犬病 就已經跟中國大陸和菲律賓不同了 那表示什麼 它一定是200年前就存在了 所以他們推估大概是300到400年前 至於300到400年前是怎麼進來的 找不到資料 沒有辦法考究 然後更厲害的是 在90年前到113年前的時候 台灣的幼犬 不但已經在150到200年前 就特化成台灣型的幼犬狂犬病毒了 然後在90到113年前的島內 自己還分化成三型 東部的疫情 南部的疫情 中部的疫情 那北部下還是非疫區一旁 好 那也因為的 有了這樣的一個成果之後 讓所有人突然發現原來 檢屍體是有用的 檢屍體是有道理的 原來屍體裡面 蘊含了很多很多的訊息在裡面 其實也是 就是跟法醫學也是 概念是一樣的 然後呢 也透過這樣 所以他們就開始就 跟我們 還有林務局很多大會一起合作 然後現在呢 就主要是透過 入殺的檢體 還有我們救傷醫院的這些檢體 來做孔潔病的疫情監控 那目前 野生動物的檢體大概有50% 就是來自於我們這樣的一個 公民科學參與所寄送過去的 那就在孔潔病這個議題之後呢 剛好這兩年就爆發了很嚴重的食安議題 除了工廠的黑心食品之外 當然有很多就是 農藥殘留議題 例如像最近炒了很多的加油劑這個概念的議題 那大家都在問這些農藥到底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產生什麼危害 然後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在紀錄過牠 其實有記錄到很多是非露鯊 其實牠是像這樣 是中毒死亡的鳥的個體 然後 就在一個 一個機會之下呢 就跟平科大的這個 蘇遠心老師他們一起合作 那我們就把這樣的檢體呢 提供給房檢局 其實我們還蠻開心的是 這個計劃其實是房檢局的副局長主動來找我們的 因為牠看到我們應用在 礦點病上面之後 牠覺得 牠們也應該為這件事情負點責任 所以牠們主動來找我們 希望可以協助牠們提供 樣本那樣去做農藥檢驗 檢驗完之後就證明了 高濃度的八角 高濃度的加寶芙以及納蘭椒 其實是被濫用的很嚴重的兩種農藥 所以牠們公告在105年的時候 禁止使用這樣的農藥 然後有一點的緩衝期 從明年1月1日開始 連使用跟販賣都不行了 那除了這樣之外 就是在檢驗的檢體裡面 其實我們DP是以猛禽為主 所以剛剛就這樣 已經非常提到 牠提供了非常多的樣本裡面 結果NTR發現裡面 有70%的猛禽體內 都有老鼠藥 而且都是兩種以上的老鼠藥中毒 其實也就是說 我們廣泛之前 每年滅屬之後 被廣泛使用的這些老鼠藥 常常毒害到的不只是老鼠 而且毒害到非常多的非目標物種 那也因為有了這個科學證據的支持 所以在去年 就已經終止了所謂的滅屬之後 這樣的全台的推廣活動 然後只讓區域性有需要的地方 去小部分的使用 那我們現在也透過 跟台大一個老師的合作 正在做另外一個應用 就是重金屬的檢驗 希望透過這些鳥體內的 這些組織去檢驗出來 看它體內到底有什麼樣的重金屬 容易殘留 那藉由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哪一種重金屬 是會透過食物鏈 去危害到生物 包括我們自己 然後是出現在哪些地方 那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 把一些整個重金屬 台灣的重金屬的這個問題 把它釐清楚 那從這邊看來 原本只是做露殺改善 然後慢慢變成了 把環境毒害跟野生都流行疾病 都涵化在內 那也因為把這兩個議題涵進去了 所以呢 我們不得不改名字 本來叫露殺社 所以它可以改善台灣 也成功露食觀察 不過在英文上面 我們還是把它維持叫Rocky 因為英文好像沒有露食這兩個字 那這只是我們在中文上面 把它做一個區分 那其實我們整個露殺社的運作裡面 還發現通過這樣的社群的運作方式 還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什麼 它很容易凝聚意識 然後讓就是去付出行動 例如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 也發現了在綠島那邊 有很嚴重這個路線的路殺的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號召 然後去做所謂的公益旅行 那通過公益旅行呢 讓當地的居民知道 即是很不起眼的小螃蟹 都可以為他們 就是跟他們的經濟是有關 可以為他們帶來經濟 讓他們帶來遊客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參與遊客 可以有環境駕馭的機會 然後也因為這樣 可以達到保護這些螃蟹的功效 那我們從2014年到現在呢 至少有大概1500人參加過 然後總共至少幫助了 兩萬五千隻的懷孕母鞋過馬路桶 那這樣子的模式呢 其實在整個社團裡面 被很多方面的應用 因為剛剛提過 每個人加入這個社團的其他 他的專長都不一樣 有的人 他可能很喜歡往野外跑 他就專門做這個 資料的收集 有的人呢 他是電腦高手 他就在辦公室裡面 做資料分析 有的人是藝術家 他對在那裡不懂 他又想表達他的想法 然後希望藉由他的專長來協助 所以就有一些藝術家 他就做了一些路撒相關的藝術創作展覽 然後藉由這樣的方式來協助推廣 甚至於呢 有一個劇團的團長 在台南的一個在地劇團團長 他呢也把陸沙社 整個裡面一些故事 然後正邊寫成了一個 一個小型舞台劇 然後打算命的配合演出 那這個劇呢 其實跟 就是跟毒鳥有關 其實主要是描述那個 您應該知道 就是温農訓老師跟那個 李文正他們的故事 然後把它跟水智串連在一起 跟毒鳥這個事情串在一起 然後甚至呢 也有導演免費幫忙拍了一個 短短的紀錄片 本來要放 可是因為我沒有把他連上網路 不太一分鐘 那這些其實都是 每個人提出他各自的專長 用他的方式來支持這樣的一個公益科學 那這些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幫助的 那所以從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社群的運作的方式呢 所以呢 這樣的公益科學裡面 參與的程度就非常的多角度 除了資料的收集之外 也有很多人是專門幫忙做鑑定的 分析跟資料的檢核 那也有提供技術跟法律協助 有些人呢 他就專門發揮 還有一些人 他雖然什麼都沒辦法 他可能是一個家庭主婦 可是他就每天在家裡 每天去按讚留言 這是一個很大的精神的支持 因為如果你貼的照片 有很多人來按讚留言 就會push你去貼更多的照片 那其實就是很重要的 那有人就用藝術創作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 記者的就是非常的幫忙 他主動來幫我們做報導 而且是做很詳盡正確的報導 那這對於整個 這個計畫的運作呢 就有很大的正面的效果 那另外呢 因為陸莎社這樣呢 讓很多人看到了一個可行性 連陸莎這樣一個這麼 一開始很惹人厭 被很多人反對的東西 都可以做了起來 那其他的物種類群更不用擔心了 所以就開始往路上就有很多的 像做蜘蛛的 做蝸牛的 等等各個計畫 然後甚至於呢 在就是農委會那邊呢 也看到陸莎社這樣做方式之後呢 他們也找我們討論 希望我們提供技術資源 讓畜牧處來可以做台灣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流浪口的族群調查 也是透過這樣的公民科學的方式來做調查 那理務局那邊呢 他們也透過這樣的話 他們有一個即將要付諸實行 就是陸莎到華的通報系統 那它的對象是什麼呢 我們台灣其實有很多人喜歡爬山 去登山的這些人 其實對於那些樹木 你都會很在意 然後他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話 登山的因為他們理論上要進 去爬山之前都要登基嘛 所以他就會知道有什麼人 什麼時候到哪邊去 然後他就 如果有發現樹木有被倒伐的痕跡的話 他們就可以通過這個系統 然後通報 然後就這樣可以很快的 就派巡山員去做確認 那另外剛剛有提到就是海洋的這個議題 剛好很巧就是我們前一陣子 有一個義大利的學者跟我們聯繫 他要做什麼呢 他也是在網路上看到 我們這樣的運作模式 他覺得也許還蠻可行的 他們就是在做地中海 義大利那邊地中海的那個海洋 海洋的那個入侵魚種的調查 那他的對象是誰 去海邊玩的遊客 釣客 潛水客 他希望藉由這些潛水客 他們例如他們釣到了魚 或者說潛水客看到魚 把他拍下來 上傳到他們的社團園 就用這張方式來蒐集資料 也許這個idea可以試試看 那也有一些國外的學者 他們看到我們這樣的方式之後 就來跟我們洽詢 然後應用在他們的國家 例如目前已經應用上個 就是日本石原島入下調查 也是一模一樣的運作方式 然後新加坡那邊就是 他們也來跟我們洽詢 然後問了一些細節之後 他們要去做居家蝙蝠調查 那其實他主要目標是要放在馬來西亞 因為那地方是狂犬病的疫情 然後蝙蝠其實是 力殺病毒的主要代言物種 所以他們希望藉由居家蝙蝠的調查 然後來監控他們的地方 一個狂犬病的疫情 那義大利入境等人剛才能介紹過了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其實我們就發現 剛好我們的角色就還蠻不錯 就是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把民眾的意識 凝聚起來之後 剛好可以變成跟 體制內外之間的一個 很好一個橋樑 可以像原本只是 大家發現問題的漫漫而已 變成什麼 我們可以收集到資料 然後藉由這些資料 形成了一個決策之後 然後影響到政府的決策的決定 然後讓它產生很好的結果之後 成為一個正的回饋回來 那我覺得這是 這樣的一個公民科學 它的運作的時候的一個 最大的價值之所在 好快結束了 然後我們目前總共已經收到 有2747位成為資料的 第一線的資料貢獻者 幾乎有500種 超過4萬里的資料 那就是幾乎整個台灣島 還有各個里島 全部都有資料進來 那這是我們資料的成長狀況 目前呢 在去年開始就 每一年的 單一年的參加者 就超過1000人 那今年已經超過1500 那資料其實大概已經進入 一個穩定的一個階段了 那為了讓這樣的資料 可以被更廣泛 因為我們的資料 也有在政府的open data 資料網裡面有公開 那被下載了7000多次了 那同樣的我們為了 就是有更多 也有時候我們也在我們的官網裡面 有放上它的API 讓所有信員可以下載到 比較即時性的資料 然後一樣有做了這個視覺化 希望通過視覺化 到原本對這東西不懂的人 他可以透過這個簡單的圖表 快速的知道 到底在說些什麼 那例如這個第三個 我們村長就很有感覺 也就是 第一個認識G0V的一個作品 這個真的讓我們太震撼了 竟然可以把那麼複雜的東西 用這樣一個圖表 簡單的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就馬上 偷取了你的idea 然後把它變成路沙圖的呈現 那概念應該知道 就是任何一個圓就是一個複種 越大的圓表示死的越多 顏色如果越紅 就表示 比去年相比它是死更多 如果變綠 表示它跟去年相比是變少的 那你選那個圓之後 旁邊就會顯現它的路沙的熱點 然後上面就是它的時間 在什麼時間最容易被壓死 然後呢 就在幾天前 我們就 我們的這樣的成果 終於受到國際的肯定 然後我們正式成為 全球路沙網絡的計畫的意願 好 然後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太老師跟那個 得恩精彩的演講 還有零務時間 師父 師父的偷襟 不是師弟嗎 不是不是 露沙的 露沙的 扁掉了 可憐的貓被壓扁 對對對 對 等一下舉行帳號 我們當時的talk非常有趣 從歷史的邁入科學的研究 然後從收集資料到 對資料有一些詮釋 跟透過新的恐懼來做這件事情 甚至又回頭發現了狂選病的歷史 然後還造成了政策的改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種新的方式 這個impact 其實是 可能遠遠超乎 不過原來只是台語社團人的鄉下 沒有 好 那我想 我們其實可以做 直接來現場的提問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要先 先問 兩位成將者 我可不可以問問題 可以啊 像是 你剛才說 那個露沙的 對 現在已經發展成了 就是露世的觀念了 對 對 除了說 就是一般我們說 像 比如說 一開始傳統的露沙的觀念 就是 基本上是 環保 就是 保護有生動物的觀念 那 像 您說的 就是比較 分化成不同的 所以 這次是 台灣是比較新的發展 因為 還是在其他國家 有一次的發展 就是 檢查 疾病啊 對 其實這個 在其他國家 很早就有了 他們其實 像美國他們很早以前 就會利用 路上的屍體 來做各項疾病的篩檢 包含情有感 之類的 那台灣其實 我們的檢疫局 他們很早以前就很想做 那這以前的做法 他們用的一個方式就是 他把尾外招標 讓這些 收醫院 或者是 收醫系的教授 來負責做這樣的 檢體的採集 然後去檢測 可是 問題來了 台灣的收醫師其實 大多沒遇過野生動物 他們對野生動物 其實沒什麼概念 那 雖然他們的目標是 希望你採得野生動物 來做檢驗 就弄了老闆年騰 例如他近年採了100件 那100件裡面有95件 都是貓跟狗 只有5件是野生動物 所以他變成他篩選不到 就是拿不到這些標本 他不知道怎麼拿去抓到 然後去採集到 所以他檢驗不到 然後一直到後來 我們透過這樣群眾的方式 去寫入之後 變成就是 剛解決了他 我們黃檢驅 我們的CPC 他們的那個 一直以來的困擾 就是沒有檢體 那這也是為什麼 當他看到 我們透過群眾來收標本 可以有這麼好的成果 所以他們非常的開心 想幫我們一定要邀請我們 加入來提供堅定給他們 結果現在 這樣還蠻好笑的就是 我們那時候 被邀請去參加地址開會的時候 就把地下炒成一團 你知道為什麼炒成一團嗎 不是在炒家 是搶著要什麼 搶著要標本 每個大會都在搶 那個那個 後來只好 他們只好做區分 就是如果是 比較嚴重疾病相關的物種 例如誘患 規定全部一律受 家衛所 剩下的 其他的 比較一律不高的物種 就分區 例如說這樣 我有點忘記他怎麼切 像是 不知道是台中以北還是那裡北 就往台大的那個系統送 然後台中以南的就是往這個 屏東的系統送 就是有點類似這樣的區分 然後這樣子 每個老師都有分到私立堂 就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可以做研究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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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 再問一個很短的問題 我知道你們也很想問問題 大家就說 我現在坐在前面 我就搶了位子 這個問題 對 所以說 比如說像 台灣的公路局啊等等 有沒有開始想說 是不是 要考慮到這個問題 因為 但美國是因為 這個有些洞很大 所以就是 你非常 直接會看到這個問題 對 台灣的動物比較小一點 通常是路上的動物點 那是不是 就是公路局 他也會想到 所以我們是要 因為苗栗的石虎 就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問題嘛 因為石虎很少 就像佛里達人的 Anthus 基本上是類似類型的 對 所以他們有沒有考慮到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對 我們的公路系統 其實台灣的公路系統 比較麻煩 就是不同的大陸 不同的大礦館 告訴公路局 高速公路 公路總局一直管 省道 跟快速道路 那縣道跟鄉道 是有縣市政府管理 然後還有林道 有林務局管理 然後還有所謂的 防區道路 是有水保局管理 所以至少超過 六個以上的大陸在管理 那不同的單位 這件事情 不太相同了 那我們的 高速公路局 其實在好幾年前 他就注意到 路上的問題 原因很簡單 他不得不注意 因為車速很快 他可能為了 閃避一隻鳥 閃避一隻狗 就發生嚴重的車禍 所以他們不得不注意這個議題 所以他們這幾年來 其實有做了好幾年的監控 他們已經有做了好幾個 很成功的改善案例 例如在苗栗通向 那邊就有一個全台第一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座 石虎天橋 成效滿好的 然後在關西 新竹的關西 跟雲林虎坑 台南白河這邊 是白避新竹 要被陸散的地方 那他們在這地方 就有設了好幾個地下籃道 成效都非常好 那現在 回多個頭來 就來看就是 公路總魚這部分的話 就還比較保守一點 他們也是有做了一些 可是 數量不多 例如他們 在柏基南一點 他在貢寮那邊 有針對石蟹蒙 就是做了一個籃道 不過公路總魚這邊 目前還 我印象都是他們 還沒有針對 都真的去設 項目裡我這樣去 特別為他設一個 新的籃道 他們是利用現有的 例如開水箱 去做改善 然後有做了 一兩個而已 那 石虎的這部分的話 是他們最近 終於主動來找我們了 因為他們受到很多的壓力 因為輿論的壓力 媒體的壓力 還有立法委員的壓力 一直來 所以他們也是 一兩個禮拜前 才剛來找我們 希望找我們協助他們 來解決石虎被陸殺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石虎的族群量 大概不到400隻 可是這幾年 光是有正確被記錄到 就已經超過40幣了 至少有十分之一 那還有被撞死了 就被撞死了 那我們很期待 我們希望把握這個機會 藉由這個機會 慢慢去改變公路總局的想法 另外一個 讓我們覺得 比較期待的就是 目前公路總局的局長 前一陣子才剛換的 剛好是高速公路局調過去的 高速公路局的局長過去的 然後又高速公路局局長 之前在高速公路局 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改善了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這個實體點應該是到了 那還蠻開心的 剛好我們的資料也收得差不多 剛好可以有一些 開始可以有些應用了 謝謝 好我們先來開放現場問題 有沒有呢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想請問德恩 就是說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說 一開始其實是一個個人 弄的一個粉絲頁面 然後開始大家自己大量的標本來 那怎麼樣到可以建立成一個標本庫 因為我覺得中間應該會有一個過程 對 蠻好奇那個過程 然後你們怎麼樣去保存這些東西 甚至你們的資金怎麼來 因為那其實也是比錢嘛 對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想要問那個范老師 就是說 就您這樣聽下來 我蠻好奇的是說 台灣在這塊就是公民科學發展 你認為在那個框架下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在整個歷史眾生上 可不可以給我們寫一些評論 謝謝 還有沒有人問問題 我們可以一起回答 就是 路沙社這邊的作法 我們要問一下 那個人這邊 就是因為你們這邊用了APP 然後用了一個資料簿 那有沒有辦法這樣整套的方式呢 就是協助其他NGO 或怎麼樣 能夠也協助這樣建立這樣的東西 因為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翻設的目標 對 好 那我們先請范老師來講這個 對不起 其實 基本上 我覺得台灣的公民科學 有一個蠻 就是以我做STS 就是科學與社會 科學與社會這種研究 研究的團體來講說 實際上我今天也是跟一群學者做這方面 就是在聊 就是在台灣這方面是做的 在全世界來講 就算是非常的成功 就是說有科技社會研究這方面 就是像順林 跟公民運動 還有跟科學家的一起來做這方面 就是公民科學這方面 算是比較緊密的一起來努力 比起比如像美國學術界跟這方面分野比較大 那台灣呢 一起工作的這種努力的機會 也比較願意說再一起來結合這樣 比起其他的 其實比起歐洲國家來講 都算是比較成功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覺得這對台灣 我就是非常感動的一部分 就是說 真的是台灣的學術界跟 就是還有一些民眾的 這方面來朝這方面努力的成果 事實上是蠻令我知道蠻感動的 那我先回答美軍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就預計還蠻不錯的 就是一開始就遇到對的人 對的人就是坐在後面的正經 因為正經濟 他主要就是做生命大百合 這樣的一個資料部的管理的工作 那其實在那之前 我真的對資料部完全沒有概念 我根本不曉得怎麼去建立 怎麼去儲存這些 用正確的個式在儲存這些資料 剛好遇到鄭欽還有邵廣昭老師那邊 專門做資料部的這群人 有了他們協助之後 幫我們正式重頭重新規劃 然後也是慢慢的把一些 整個脈絡建立起來 然後我們其實中間大概花了 兩到三年的時間 才讓他整個到現在才終於 完全的上回到了 那 資金的部分 其實一開始我們第一 前一年拜是真的是完全是 全部都是透過社員 彼此提供自己的專長 來解決所有遇到的問題 然後 也就當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呢 就還不錯就是 就是我們政府最喜歡做 不能真的想 我本來想說 喜歡做了幾張電話 在手臂 你那個計畫看起來好像還蠻不錯的 其實我們長官都知道 我們在偷偷來玩什麼 然後就是說 要不要讓他形成一個科技計畫 然後現在剛好政府對這部分 就是想要再推廣公民科學 然後想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就加入了那個系統裡面 然後就得到了一些資金的support 所以我們才可以 後來才可以開發很多東西 例如像光這樣資料庫的話 就知道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然後花好多錢 要花不少錢 例如說你要去租那個server 要去租那些應典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是為了方便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沒有管理的人才 所以我們是租用Google的雲端設備 包含飾武器 包含應典空間 包含流量 本來一開始真的不需要太多錢 因為越做越航大 那我們現在正在吵一個目標 就是想要讓路上 要變成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路上 希望把各個單位的資料都收進來 那目前整個就是 林務局的系統 然後國家工業的系統也都進來了 那高速工具人員他們是自己做 畢竟他們有特殊性的 它是封閉的道路 他們沒辦法透過民眾上去上面做基督 那太危險了 所以他們自己有他們的系統在收集 那收集完之後 他們現在也終於在紀念開放了 所以我們就通過API的方式 把他們資料撈進來 所以正在會轉掉之後 希望透過待遇窗口 你就可以查到所有台灣的路上資料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兩三年前其實 很多人問我們這個議題了 我們可不可以把路上的經驗 完全 就是不是Copy 應該說說 用路上經驗去開發一個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就可以讓NGO團體 讓任何感興趣的PI 就是計畫的主持人 然後他可以 譬如說來使用這個平台 然後去送他想要的資料 那這樣子呢 後面就不需要再重新摸鎖過一遍 不需要再去建立這樣的動機 我們正在 正在規劃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本來原本有一個平台叫TVN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只不過很可惜的是 那一個計畫 就是一開始找的廠商 是比較商業公司廠商 然後就弄得不是很好 所以那個計畫 雖然花了很多錢 但這個平台就 所有用過的人都覺得不好用 因為包含資料的上傳 跟物種的鑑定 還有一些交流上面 都遇到了整整觀看 所以後來那個 雖然那個計畫 現在還是有在run 但是就是用的人就越來越少了 那我們現在的確是希望 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加一個 比較廣泛性的平台 讓更多的計畫可以來中 然後我們這樣的 就是我們變成 在綜藝院這邊的一個 資料庫 它就變成一個資料倉庫系統 然後所有資料都可以匯成到 同一個資料倉庫 以後你要查詢 跟生物相關的資料 只要到一個點來 你就可以連接到其他資料過去 可以查詢到所有的資料 就不需要像現在那麼辛苦 要到處去搜尋 對 好 只是那個大的平台那個 複雜度比我想像的還要來 所以 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謝謝 好 謝謝 這邊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請問哲文 就是說你剛剛提到一件事 比如說露殺的作法跟傳統的 通理配合不太一樣 那傳統怎麼會覺得是 要參與者就是一個 一個人工 對 一個人的 在幫他們收集資料 那你提到 露殺社的作法不太一樣 有一些 這些互動 甚至促成一些 新的不議題的發掘 或者是新的一些作用 那有哪一些議題或做法 可以舉一下例子 或者像你剛剛講的那些就是 是不是傳統的公民科學的做法 不會發生的 如果你今天是用 傳統公民科學的 公民科學的做露殺社的話 你會覺得有哪些事情 不會發生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傳統式的公民科學做法 是怎麼樣看待 露殺社 謝謝新的作法 一般傳統的公民科學 他就是 都會是已經有一個激進的群群 例如 最典型的就是 鳥會 因為鳥會 全台灣到處都有組織 而且 賞鳥的人口 這個歷史已經很長久 那他們都已經是一群有概念的人 所以 傳統的 我們用公民科學的方式去 最典型的就是 在各個 跟鳥類相關的計畫裡面 因為他們都是 既有的目標群 那 簡單講就是 不太容易跨出所謂的同層 你怎麼找都是這些商量 所以你看著 對事情的 看的角度 就會比較局限 那我們用臉書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 所有任何感興趣的人 甚至於 他不小心路過 或是不小心被人家加進來的 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進得來 然後呢 很容易跨越不同的 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類型的人 然後可以 我覺得他真的是 可以打破頭 因為例如像我們裡面 我幫了把那些資料修圈 就是有很多人 他其實以前 不敢看到 有血的 有血的這個照片 或者是他看到蛇的照片 他就嚇死了 再也不敢看那個 翻那本書的那些 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之後 他慢慢知道 原來這些東西 裡面還有這麼多的意義 所以他們開始改變自己的想法 改變自己的習慣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說 他的那個渲染力 是他最大的效果 他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就 因為你傳統的這種方式 傳統的訓練方式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 製造好的一個科學實驗 然後他一次出於 就是一定固定時間 固定力點 去做固定的事情 所以他會很專注 然後他好處是 會得到高品質的資料 做可分析性的資料 但是因為他太專心了 他很容易忽略掉其他的物種 忽略掉其他的事情 那跟這樣子的 我們有點類似海底撈針 亂到什麼都撈進來 這樣的方式就 比較不同 這樣的方式就可能 我們會發現很多新的液體 例如像 之前我們也不曉得 原來釣魚線跟魚溝 竟然會危害到這麼多的鳥 其實那個只是其中一張 還有很多 真的是 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出現 然後就 會有很多動物被鉤出 不過後來也是 因為這樣知道 其實伊隆應該很久 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 那叫什麼 右拍 就是他為了拍到 鳥拍得清楚 他有什麼 又沒勾勾住 然後當他吃的時候這樣拍 結果他吃完之後他走了 所以難怪那個鳥 嘴巴裡面會沒勾 或是身上可能會被東西勾住 就是 結果當然我們就發現了 很多這樣子的 潛藏在的液體 這是我覺得這是 用傳統方式 比較難發覺到的 那除了這樣之外就是 因為我們裡面有很多 我們就是 我把叫做生態樹人 他以前對生態是沒有概念的 那這些沒有概念的人 變成米 他在觀察動物的時候 跟我們觀察動物的角度會不一樣 所以他就會發現 很多以前我們沒注意到的 例如 像那個雨傘捷 大家都知道他是 黑白黑白非常分明 以前其實我自己很常抓很常看 但是我沒注意到 我一直以為他就跟斑馬一樣 就是黑白分明很清楚的 結果後來突然有一天 我跟他講 你看那隻雨傘捷 身體上面的白環斷了一角 或是那個白環有開叉 然後再後來就看 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開始回去翻 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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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檢視 才嚇了一跳 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以上的雨傘捷 他身上的那個紋路都會有缺陷 那這就是一個滿有趣的一個發現 就有類似很多這樣子的 新的議題的發現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議題的發現 其實對於整個科學的運作有很大的好處 可能因為這樣可以出成很多新的白帝 或新的合作機會 那例如像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前一陣子被那個 支撤會邀請去參與他們一個 小型的經濟論壇 那一次讓我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印象很深刻呢 因為那個邀請人 他看過我們的東西 他覺得很感興趣 然後說他邀請我去了 可是一去的時候呢 他們的主持人是經濟部的某一個科 科長還是什麼 我不是很清楚 他開看名單之後 嗯 陸沙社 他就轉頭問他 就罵他們一個人 下次邀請請 下次邀請請相關的人 不要邀請不相關的人 我剛剛講三條線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很想跟他講 就是因為你有這種態度 所以你呢 喪失了很多合作的機會 喪失了開創很多新的idea的機會 我本來想這樣講他 沒有 我還等下來了 那我要回過來講 就是說 陸沙社這樣的東西 其實他是一個應用科學 他其實 在產業界上面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例如 我們最近就有兩個類群的人 開始來找我們了 一個是土木工程學系的教授 另外一個是電機系的教授 找我們做什麼 因為他們看到就有很多 因為這樣的議題開始被發覺 讓他們發現 他的專長也許可以貢獻在這上面 例如他可以透過他土木工程的專長 去設計出一個 符合交通安全規範 然後呢 又可以讓東去使用的一些 也許是廊造或是說新的設施 那電機系的那個教授 他是想到 因為現在的sensor很便宜 那他想到是不是可以透過 就是去開發一種sensor 這個sensor可以detail到 例如說石虎 或者是什麼樣的東靠近了 然後他就可以 給出一些警告的訊號 讓雍倫知道說 這個地方有石虎靠近了 類似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剛好就是 因為下個禮拜要談 所以還蠻期待下個禮拜 他們可以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我正要想到七發了 好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事實上是一個 真是 我只很快 就是很快的 就是問一個 有一點 不太類似 但是我覺得其實蠻有趣 就是想想看 是之間有沒有一個相關性的 問題是說 我實際上 正在寫一本書是 1960年代 七年代在中國 因為那時候是文化大國變 那文化大國變 他們就是有 有一個就是這種 意思前太子 要鼓勵權重跟科學家一起合作 那時候就 科學家跟權重合作 就是這邊可能會 送到以外去跟農夫合作 跟農夫學習 那農夫呢 當然就是 他們就是 觀念是說 要什麼 土洋合一 就是土科學跟洋 科學合一 然後呢 專權結合 就是專家跟權重合結合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又是因為 同化大國變之後 中國剛好很多地震 最大的 唐山大地 他們的官方說 是說25萬 中間大概有十個很巨大的地震 就是七級八級 這樣子的地震 那 他們那時候相信地震預測 他們覺得說地震是可以預測的 那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呢 他們有一部分的 預測的方式 他們覺得說 他們是 你就是觀察 你們環境的變化 比如說 氣溫可能變化會不一樣 或是 水味的變化會不一樣 或是說 其實水的 你喝水的時候 比如說你酸甜度會不一樣 等等各種都有 那很重要的部分呢 事實上就是動物 就是動物行為 你看到你家的雞貓狗路 不太一樣 今天我的小胖子 怎麼特別心情不好 這樣子 怪怪的會叫我 反而是 我養了鹿 或者被養了牛 或者不聽話 或者馬 或者馬不敬人的馬舊 或者雞亂飛 等等等等 所以他就跟大家講 你們趕快去觀察 你看到這種意 他們叫意照 意照的時候 就趕快跟我們報告 這樣子 結果呢 你叫人家去照意照 那所有的變成都變成意照 那些人就覺得說 誒我家要懂我 有點奇怪 你這樣他一定會看到 所以呢 結果他們就發現 我的天啊 那些 那些 就是 一大堆一大堆 都進來 每天他處理這個東西 都來不及了 所以你現在呢 看起來 越來越多的要參加你的計畫 你現在有一萬多人 那 之後你們怎麼辦 就這樣 就這樣 都來了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你從天之間 能找到什麼感恩 這樣 是 謝謝老師 其實真的會有這樣的問題 沒錯 那我之前有 前幾年 在計畫剛運行的 前兩年 前三年 我們有針對小營 這樣的 叫做非目標訊息的量 去做去統計 佔我們訊息的總量 因為其實很多人 會很 很感興 因為說 你用臉書這樣看完片 你會不會收到一些垃圾信 垃圾訊息 廣告訊息 我覺得 我不曉得是 運氣好 還是說 因為我們的社團感太特別 因為 很多人可能 看到這種 血腥的照片的時候 他 基本上 他就不太會來這邊打廣告了 不過有人想要來這樣的社團賣東西 所以 張儀勝 對 所以呢 很奇怪 我們社團他們常常會有廣告入侵 我們社團非常非常的少 一年大概不會超過十天 真的 真的不會超過十天 那第二個就是 會不會有人丟 非相關的訊息上 也是有 然後 蠻有趣的就是什麼 我就說 社團裡面的大家分工非常的好 就是 有一些人呢 他就很有爭議感 因為 例如像我常常到處跑 常常不在 我沒辦法一直守在那個 FB上面 然後有一些人 就是 有些人他們每次就會上去看 他只要看到有人PO的東西不相干 那連續有一個功能叫檢舉 他一檢舉這個 他們常常就會被暫時引蓋掉 然後就會跑到我們管理員這邊 然後就會看 如果他真的是有一點 就把蝶子疼掉 那也就是說 裡面有很多人他會去做 所謂的社團的清潔的維護工作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 我們整個目前這樣運動下來 其實 這樣子的非目標訊息的量 其實 比想像中少得非常非常的多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造成什麼困擾 但是我們現在團的是 擔心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 我們現在把它轉成 我們會用HAPP之後呢 他開始出現一個狀況 其實就跟這個 傳統的志工調查的話 是很相像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越來越清楚 你的目標就是要記錄這個 那變成什麼 五七 一開始 在激化一開始說的 那種百發證明 各式各樣的問題 被記錄到的這樣的比例變少了 因為你只要有人給我這個社團 他覺得這個不相干 你請你轉到另外一個社團去 因為現在網路上有類似的社團 實在太多了 然後分門疊得非常清楚 他就跟人家 這個問題請到另外一個社團去 這個問題請到那個社團去 所以都被分流掉了 那當然這裡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就不需要去回護 那麼花很多時間去回護這個東西 去過濾這樣的訊息 那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也少掉一些 那種活力在裡面 所以呢 就回到剛剛這個大根本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開發 能不能開到一個平台叫更多人 其實我們目標之一也是這個 希望藉由這個平台之後 又可以把這些問題再串點回來 藉由他們所謂的 證明他們的應該就是那個 Opening Data 是不是 對不對 OLT 對 就是藉由這樣的方式 就是讓這些訊息 又可以再會整回來 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因為他不到不同的社團 或不同的計畫 就有一個好處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專 就是說 就是那個計畫 他就可以負責去管理好 他底下的這一個類型的資訊 那這樣子呢 就是每一個社團 每一個計畫裡面 他們的資料的純度就會比較高 然後就比較容易有更多的發展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有人報 來聽聽talk 沒有人寫 有人想要報嗎 可以現場舉手 但我想先再發問一下 剛才這個社群參與的問題 因為剛才順年有提到就是說 入查是很特別的是說 這個參與者之間 互相的這個互動 造成激盪出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想問 就是發老師有沒有看到 其他公平科學的案例 有像這樣子的互動 就是參與者不只是說 受邀約去做一件事情 而是本身之間有些互動 那這樣子的互動的影響 在整個脈絡上來講 是什麼樣的意義 就是說它是新的可能性 還是說其實 可以看到 其實以前也有類似的例子 不過不太一樣的就是 即使是幾百年前 那比如說 博物學家 他們說 我們需要 跟他們講說 我們需要這件事情 不同的東西 你也可以說 是類似的支持 對 就是說 他們怎麼自己觀察到現象 他們也有蒐集標本 然後就寄回來 然後跟你說 這個是怎麼樣 而且就是在知識上面的交流 也不一定是說 就是像你這樣 可能是說 在倫敦的大科學家 或是在阿姆斯大科學家 那樣這樣子 知識傳過來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 在那個 就我們所謂的科學家 他也是從這個 本來學到很多東西 他們自己本來不知道的 那當時他們觀察的時候 會觀察到他們 本來就不知道 事實上 在地者有時候 比在倫敦 或在歐洲中心的一些大科學家 用的還多 因為他們是在那邊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知道當地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這些在歐洲大科學家 有時候他們更 從來不知道 有這種動物的存在 也不知道他的生活形成是怎麼樣 也不知道是當地的怎麼樣 只有在當地的人 尤其是 不只是說歐洲人在 比如說在亞洲 或是美洲 而且事實上是 尤其是當地人更知道 所以他們就會去問當地的人 比如說在問當地的 也 美洲的一些 有些 補助啊 或者說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那什麼時候會 吃飯的進行怎麼樣 或者是 季節性的行為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是 讓在歐洲中心的人 學到這個東西 所以 所以您這個 事實上這種系統 跟那種系統 反而是有點相似 對 沒錯 所以可能 就是 但是就是現代科技 讓他們更方便 這樣子 因為以前寄個信 或是寄個 他們那時候的 就是標本 整形式 你的路沙的標本 居然就 他們沒有這個7-11G 7-11G 可能要好幾個人 或半年才會收到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就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這個算是 Big Data 他們沒有 對 Simple Simple 那 欸 結果有沒有人要幫我來聽聽聽 沒有的話 我要再繼續問問題 欸 這邊有問題 我想問問一下 我想說 我就是很有興趣 就是剛剛 聽這麼多 就是有關科技科學家 這個 相關的 關係 可是不曉得就是說 你們那邊 有沒有就是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收集 那種Data 說他們的年紀啊 或是他們的那個 就是職業 不是要去貼高興 而是有沒有收集這種東西 那種的經驗 也是想說 看說 到底從以前一開始 是什麼人會關心 那後來會不會越來越 越來越Hard Call 之後 從反而排擠掉某些人 那 那 那 你們或是說 哪些人比較讀取 或小朋友會比較喜歡 那你是不是可以往這地方去走 教育發展 我想說你在發佈你的資訊的時候 什麼 參與者 就是 收集 我們其實從一開始的時候 就想做這件事情 因為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些資訊的話 當我們去做推廣的時候 我們比較 會知道說 我們欠缺了些什麼 然後 要怎麼樣去推廣才對 那 只是那時候 不是那時候 就是 雖然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在臉書的時候 這些資訊被視為一吃全 其實 沒辦法透過APR的方式去 勞取到你 我頂不成 勞取到人你 如果要知道 必須要一個一個去查 那因為我們 這幾年來一直在解決很多的技術問題 所以還沒有去做這樣的工作 而且我們覺得這樣也好言 不太道德 我們背著我們的會員私底下 去收集他的資訊 那我們比較想用的方法 是用我們的 第五集就所謂的 問卷調查的概念的方式 那 那幾年 終於出現了 就是現在有一個 有兩個 有一個碩士班博士學生 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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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正要來做整理工作 要來幫忙 我們去調查這些參與者 他們的一些個人的資訊 然後 要去 就是 訪談他們的動機 要去做直性跟量性的分析 所以我們還蠻期待這樣的一個合作 可以讓我們 之後呢 更能夠很清楚知道 就是說 這個公平科學參與者的 這些人的一些想法 跟他們在參與 參與的觀察中的一些轉變 好 我們還沒有 其實他們有第二個問題 好像沒有 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 傳統公民科學的做法 他們怎樣看待陸殺生 或是有什麼事情 會 就沒有 不會發生 不不不不就是 比如說 像你剛剛講說 他們就定管社會系 做特定的事情 所以資料品質比較好 那他們會覺得你們資料品質低嗎 或者是說 他們會覺得你們有哪些做法 是跟他們不一樣 他們不會採取的 沒錯 沒錯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樣的機會 講白一點 也是被看不起的 因為他覺得 你跟我們就是隨性收集 你還不叫 這個還不叫隨機 不是random 它是隨性 隨性收集的 所以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是不是具有代表性 其實很多人都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不過我覺得就是我們身對時代 因為現在的統計的技術非常的厲害 然後就是有一些統計專堂的人 他們有辦法去做各式各樣的統計分析 去做驗證 證明你這樣的資料其實是具有 比如說百分之多少的可信度 然後他可以去篩選出來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 就是我們促成的另外一個合作 就是台大生工系的一個教授 他就是專門做這樣的一個資料的 辯證跟分析 他就是要去比較 這種網路上隨便撈到的資料 跟專家收集到的資料 兩種之間 到底有沒有差異 然後他的可信度是多少 然後他目標上去證明 這樣的資料其實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是可用的 那成果也還蠻不錯 那時候真的目前證實是OK的 然後他也頭腦出去 正在審查當中 也許最近就可以被asset了 不過再回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自己也知道這樣的資料 收集的方式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資料的可分析性 其實還是真的少很多的 所以其實我們下一個目標 還是要去建立一個系統化的調查 然後我們之後就是會雙軌定型 就是一樣保留這樣子的 隨性調查的方式 因為這樣的觸及沒有很廣 可以讓更多人願意加入 那另外呢 從我們現有的一萬多人裡面 一定會有很多人 他已經是有很好的概念 然後有比較多的時間 他願意去做更深度調查的 那這些人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是 系統性調查的這個團隊 然後去做我們設定好的 這些資料的收集 那這樣的資料就可以彌補不足的地方了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您現在對於比如說 參與這些陸商人 因為我們就是 不一定知道他們的背景等等等等 但是說 但你們知道說 就是從收集的資料至少說 能不能猜到說 這中間的行為上 就不是說個人的行為 就是整個整體的collectivity的這種行為 比如說 是比如說在哪種路段 他們比較會看到 有陸煞的行為 或是某些動物 他們會特別去注意 尤其是 就是 他們還是說 還是看到任何被陸煞都 他們就跳下車來 趕快去拍照 還是 您知道他們怎麼樣的行為是怎麼樣 有 就是一個文化行為 陸煞是有文化行為 我們有去注意到這一點 其實當一開始我們收到教訓 我們自己也很擔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叫明顯的偏差 什麼叫明顯的偏差呢 因為我們一開始認為 應該很常被牙齒的殘除 它是排名在20名外 麻雀數量很少 然後第一名都是什麼 前面幾名都是珍稀物種 保育類 那我們好害怕 這個資料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呢 其實就像老師的印象 因為 一開始參與的這些人都是 剛開始的主要成員 都是生態相關的學者 也就是學者 那我們這些人呢 其實幫我自己也一樣 平常都看太多 我看到彩虎我沒感覺 我會自動忽略它 就跳過了 但是看到台北書 我馬上過去拍它 就自動篩選了 可是我自己沒有自知 所以其實那一開始之後 我其實真的蠻擔心的 不過很有趣一點就是 像老師的印象 因為我們後來初級別愈來愈廣 有很多的素人參與 這些人完全沒有背景 對他而言 他是覺得 他也想要有人幫他按讚 他想要PO一張文章上去 然後覺得好開心 他又貼了一個上去了 所以他們這些人就是沒有篩選性的 他看到死亡的東西就拍 然後有了這群人加入之後 然後把我們之前的那些有偏差 就要稀釋掉之後 篩檢完之後 現在的前20名的資料 就很正常了 都是應該要在前幾名的物種 如果有不適的時候 就會特別給我們注意到 例如像幼環 後來再回去驗證 確認它的確是數量比較多 不過當然老鼠的資料 還是被嚴重低估的 因為很多人根本就不想拍老鼠 就像不想拍蟑螂一樣 到底是一樣的 對,不過因為這樣的物種 本來就是可以是被忽略的 因為它的的確是一個比較 沒有受威脅的物種 對,所以 就是整個紀錄文化上面的一個轉變 是 那有沒有你們錄殺的美學 他們怎麼樣拍的 有,真的有 真的有 有幾個人他們開始已經講究 怎麼把它拍得很美 拍得不寫心 拍得可以觸動人心 例如 那一支 那一支靈腳銷 裡面很漂亮的照片 對,它有擺的特定的角度 然後還 就是把景深拉得很短 讓那個 只有那個腳銷是 清楚的 後面的小貨車是模糊的 然後還有 還有好幾張是很經典的照片 我看到這個照片 我都會特別把它保留下來 我都會中個Mark 例如像有一個 他就是拍那個 一隻死掉的蛇 可是他可能受傷 他可能被掉到身體的後半段 然後他是 其實是慢慢死亡的 那他死亡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盤旋在那邊 然後 就是 太痛了就沒有動 然後最後就僵固死在那邊 剛好那一天又下貓 所以那隻蛇的身上 就有很多的努力 然後看起來就很像他在哭泣 我那個照片就真的是還蠻非常的感人 然後真的我們現在有越來越多這樣的照片 所以你覺得這是好的發展 還是有點擔心說 不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發展 因為 藉由這樣的話 是其實你 就可以讓他提升 讓更多人去知道他的故事 那當有人願意去了解 都死亡的故事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很棒的開始 因為你可以消除他們對 某一種動物的恐懼 或對死亡的恐懼 因為就像老師應該知道 就是 我們動畫人對死亡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禁忌 很多人對這樣東西 其實是非常排斥的 可是藉由這樣的話之後 他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說故事的一個 一個美才 那像剛宜龍他們現在 就通過一個更有趣的方式 他們就是那個 每個女生都追思惠 他們透過各式各樣的創作 藉由這些創作 然後來 就是 凸顯他們有發掘到這些議題 然後他們就是用一些 藝術創作的方式 用一些比較卡通化的圖案的方式 然後來凸顯出來 那的確得到非常多的迴響 那其實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如何讓這樣子的迴響跟議題 不是只是在網路上面的讚想 不是在網路上面的呼喊 而是 就是如果可以讓這樣東西 變成行動的力量 例如像露殺者這樣 然後變成發掘問題之後 大家一起找解決方法 然後去找到問題之後 然後去影響到決策 那這樣就會是最棒的 這是我的想法 好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時間已經超過了 很快前段 其實我還有好多問題想問 關於這個動物質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實在太廣泛 太安全 好 我覺得雖然它有漂亮它的功能 但是以一個研究者的角度 不會算一個標準化的拍法嗎 有 有 我們有標準化的拍法 對對對 我們有 在網站上面有放SOP 不同的 主要原因是要 我們目標是要建立出物種 因為不同的物種它的 就是 特徵 它的主要特徵的位置會不一樣 有的是在頭 有的可能是在羽毛 有的可能是在腹部 有的可能是在背部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 不同類群的拍攝的 算是SOP吧 建議 建議拍一把這樣子 對 SOP裡面還是有 美學的這種事 對不起要強調的 也很重要 對 好 非常謝謝大家參加 今天這個非常有意思的對話 我們從這個 歷史 然後這個 科學 然後環境 然後防疫 疾病 然後 又接受到了這個 藝術 今天真的是太妙了 對 好 那我們就掌聲謝謝兩位獎人 請各位多多參與露莎的希望 這根本是參與露莎的希望 這根本是參與露莎的希望 這根本的促進 讓各種參與 我們做了很多的獎品禮物 要來贈送 譬如說 紀錄最多的人 就有一個獎品 那時候就很擔心 他們會不會為了得到獎品 會不會為了得到獎品 好 希望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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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自己再打一個差 其實我們還擔心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這樣的參與者 掉越多的時候 這些參與者的人身安全 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例如他們出去做調查的時候 萬一受傷了 怎麼辦 我們該怎麼樣協助他 其實這是另外一個我們很擔心 然後一直還沒有去touch到的部分 年終了就是比較donate 老師講得好 你們學術那邊應該不能接受 OK 現在可以了 真的嗎 可以說搞了好久之後 現在的審計部終於同意 但是他很有趣 他就說你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得在公開正式場合上面 直接要捐款 所以我們只可以偷偷他 很搞笑吧 他超有效的 我跟我太好了 我媽就是因為 沒有卻物資 好 那就再次謝謝兩位強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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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